好 这个就是一个资料库 资料库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叫catalog 另外一个部分叫做我们真正储存资料的地方 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no SQL 就是 somehow他没有把这两个资料分开 就是描述资料的 这叫catalog Store database definition 这是来描metadata 这个字眼都是说 我的资料库要怎么去描述 有哪些栏位 一个资料库有哪些表格 就在catalog就可以看得到 然后一个这个表格里面有哪些栏位 然后这个在catalog可以看得到 然后每个栏位里面是什么样的形别 是比如几个byte 或者是几个是时数还是整数的 这个形别 我们都在这里面描述 就有点像我们在Java里面的class 我们这个class就描述在我们这个 Store database definition这个catalog里面 或者像资料结构 都是类似在这边的 我们造的物件就是叫Store database 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个person人的这个类别 那我们把这个类别建构起来 那就组成在Store里面 好 这是资料的部分 那我们怎么组成呢 就是有VBMS VBMS就让我里面提供了很多软体 让我们很容易的把我们的资料 也有系统的 如果说是建造一个类别 或者建造一个表格 我们在Java叫类别 那我们在database里面叫表格 建造一个表格 我们就会在这边 然后我们造了一个物件 或者一个instance 或者叫inthetiation一个object的时候 我们就会出存在这个database里面 所以我们有DBMS的软体 帮我们来做 到底要摆在什么位置 当我们在做资料存取的时候 速度怎么样可以最快 这是DBMS软体帮我们做的 DBMS里面 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写程式 我们使用者或者是程式设计 就透过我们当然会使用一个phpMyAdmin 它是php写的一个软体 你们上学期学的Java 也可以透过Java的JTBC来使用到资料库 我们会用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用php的方式来使用资料库 或者是Java的方式来使用资料库 不是直接使用 而是透过DBMS的这些软体的程式库 让我们很轻松的可以来创建一个表格 增加资料 然后产生一个缩音档 这些都是可以很容易做到的 这个要学习的这个语言就叫SQL的语言 也就是说我们在Java里面 会内前SQL的语言 这个SQL语言可以让我们来建构一个资料库 然后资料库建好之后 我们建构资料库的表格 然后之后我们可以印射一些资料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查询 都是透过SQL的Connet 所以这SQLConnet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使用者或是设计者 透过我们写好的程式去做 我们就来做一下 你就会比较清楚的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首先就 我首先就把这个抓出来 让同学看一下 待会同学也是要用SAMPP 去把这个抓出来用这样 那记住就启动了Apache 然后再启动这个Mansiple 让它能够自动的 如果说你有去Complete设定 那就可以自动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选择这个买西国的Admin 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THP买Admin 所以这就是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资料库了 那当然这资料库老师这边有很多 那我那天去看里面的一个都没有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我们要去下载 我们刚才一个SQL的Connet 那个Connet我们待会再来解释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资料库 首先我们就来这边新增 新增 那这新增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把资料库的名称打进去 比如说我们这边就叫Company 我们待会要输进去的 是某一家公司的这些资料 包含就是他有哪些部门 有哪些员工 那那这些员工 他的薪水是多少钱 然后那这些员工有哪些专案正在执行 那这个编码跟这个排序呢 我们就选择 就选择那个UTF8 这个我们一定就选择UTF8 不然待会那个资料就会乱掉 所以选择UTF8 那一般可以选择UTF8 GENERAL CI 这个东西 好 那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建立 你们东西没那么多 就不知道你以前谁建的 你们大概只有买SQL 这个什么TSG Eformation Schema 跟TEST 这些而已 那我们就按建立 建立的话你就出现 那就出现一个Company 一个DataBase有很多资料表格 叫Table这个东西 那这个Table没有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去 这边有一个贿赂 贿赂 贿赂什么呢 第一个这就要选择UTF8 这要选择 那我们就会有那个SQL 点 我点SQL的这个把它上传 所以我们浏览 那我是放在桌面 所以当然你要下载了一个桌面 桌面 然后的PPT 没有PPT PPT 然后这个MySQL的Script 这我已经写好了 我的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按开启就档 然后再往下拉 这边就是按执行 那就会执行它 那执行的结果 如果说有问题 这边就会打X速限红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他就会说没有问题 这样 你看这就是SQL的命令 Create一个表格 如果它这个Department还不存在的话 Create一个表格 这样子 然后它有什么栏位 这是部门 这一公司用哪些部门 部门名称 部门的代号 经理是谁 然后这经理开始的时间 是哪一天开始当经理的 这就是一个company 我们刚才用手键的一个company 然后这个是我们贿赂的表格 其中有1、2、3、4、5、6 6个表格 这是我们整个学习都会用到的 我们课本上面的资料 我已经把它打好了 所以我们同学在做你的作业的时候 他只要讲到company这个资料库 你就可以去run看看 拆看看 所以你今天的第一个风务就是回家 把这个SFTV装起来 然后把这个 刚才要下载东西下载下来 那点SQL档罚下载下来 然后一样建资料库company 然后会录这些表格 好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那个 我们看这个里面有哪些员工 好 这员工里面我就知道说 他里面有一个叫Franklin 王这个人 然后他的社会安全码是33 这个多少号 这个 这个字比较大 所以看 然后他的 他的社会安全码就是他的身份证 是什么 然后住在什么地方 他的性别 然后薪水 还有他的知属的长官是谁 这样 那我们待会再过来看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请同学先做一下 我们再稍微复习一次 首先把这个SMPP打开 然后启动APPG 跟MySQL 然后其中执行这个Admin 就会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那这个地方来 首先就是新增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他这边就会 在这边按新增 然后新增一个company 然后去这边选择贿赂 贿赂之后 就把那个档案选出来 记住要用UTF8 UTF8把它上传进来 这样 好 我们请同学做一下 好 其实我们刚才就是把一个 这个表格 把它汇到这个里面的 所以那个Store的Data是什么呢 Store的Data 就是像我们这边所看到的 我们这边 这边呢 只要看到 不好意思 这个Department 就是我们现在有哪个部门 有就是R&D部门 有这个管理部门 还有总部 这有我们只有三个Department 所以这就是我们储存的资料 那什么叫做Catalog呢 Catalog就是 那我这个表格跟这些栏位 比如说这个叫Department name 它的行别是什么 那其实在我们的 要汇进去这个档案里面 其实是看得到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我们 这个 不是用 已经跑掉了 好 那我就先让同学看一下 那个你刚才汇进去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按右键 然后呢去 用这个打开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要描述的 SQL的命令 所以我们要学SQL的语言 那这个语言里面 create 就是创建 创建一个表格 所以有点像 create一个 物件的 应该说 Java的class create一个class 这样 OK 那create一个class 在我们这边叫做create table 那create table 不是要描述栏位吗 这是我们栏位的名称 那这是栏位的行别 就代表说是15个字 15个字的字元 然后department number 就是我们的栏位 然后它是长度是11个的乘数 那这个是社会安全码 社会安全码 是一个charm 然后9个 这是固定的 那这个department name 是可变的 也就是0到15个都可以的 还有就是这个经理 这个经理什么时候开始当的 他有一个日期的资料行别 这样子 那另外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限制 一些conference 这是我们在Java的物件导销里面 所没有的 我们可以描述说 在储存的时候 哪一个是我们重要的搜寻键 family key 就是它的主要键 就是我们搜寻的结果 我们的资料安排 我刚才讲说 资料会包含智慧的安排 只要智慧的安排 搜寻起来很快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叫智慧的安排 那这unique key 就是它是唯一的key 这叫D name 所以刚才讲的意思说 这department name 不能够 两个名称一模一样 你不能够两个都叫研发部门 你只只要研发部门一 研发部门二 所以它必须要唯一 所以它代表说你输入资料的时候 他会做检查 他会做检查这样 还有这边讲manager的social screen 它也是一个foreign key 什么叫foreign key 我们后面才会解释 也就是说关联到 我们自己这个要当的是组件 但是我们要关联到别的 它是别人的组件的时候 我们就叫外来件 这边key 其实就是foreign key的检测 这样子 这就是造了一个表格 接下来 这个语法就是要加入 insert into 一旦建好我们这个department的资料结构 或这个类别 在我们家里面 在我们资料库里面叫表格 建好这个表格之后 我就可以说我的D name的栏位 D name的栏位 我到底要怎么去摆 这样子 所以value就是 value值就是 我们可以把很多instance 一笔一笔加进去 research 是第五个部门 然后谁负责 从哪一天开始 administrator是部门士 然后是谁是负责人 然后他哪一年开始 总部 谁是负责人 然后哪一年开始 你看这三笔资料就是在我们资料部 它映射进去的这三笔 research 然后department number and 这是哪一个人管理的 这个就是 刚才讲这是关联件 这关联件 你如果说去看我的employee 看employee employee里面的资料 其实就是 刚才讲的是 好像3344555 那一个是 这个什么8866 88665555 所以这是总部的负责人 叫James Rock Franklin Wong 他是RD部门的主管 这样 所以通过这个关联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人的真实资料 把他找出来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在这边 它是一个主件 它是一个Primary Key 那么在另外一个表格里面 参考到它的 是一个外来件 这个从外面进来的见证 所以Key的概念 其实如果说你这边可以理解的话 那么整个资料部其实就是这样子 没有太复杂 不像Java 那有很多特别的这些属性功能 那这个其实是算是简单的 好 我刚才看到department 记录太多 就用那个Key子来表示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Key就会关联到 关联到我们的这个department department number 好 这个是这个employee的资料 有性别、薪水、名字等等之类的 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资料 把印射进去这样子 好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 第一个就是把我们的 这个资料结构把它摆进去 摆在一个不同的地方 这叫catalog 然后我们把资料印射的结果 印射的结果就出存在Store Data里面 好 那我刚才又讲到说 那你的catalog又是什么东西呢 catalog在我们的这个pcMyLamine的时候 早期的是叫table跟color 他这个版本里面已经没有table 就只有color而已 所以我们的表格资料就看在这个color里面 所以我们待会点选colors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创建的company 它有department的 department的这些 就有department table 然后在department table里面有三个 四个counter 四个counter 四个栏位 就包含就是哪个department department number 然后谁是经理 然后谁是经理的开始时间 我们也有employee employee这个东西 这个是在哪里的 比如说我们回到我们的pcMyLamine的话 好 好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稍微 在这information schema 就把它说进去一下这样 好 这就是information schema 就是我们那个catalog 这catalog里面呢 我们只要建一个表格 我们就会多一个资料这样 所以我这边比较多了 这个战件 这上次我们有看过的 那它有很多笔资料 所以我们可能比如说是看500笔好了 那战件 没有执行 就是 这个 这个画面有点小 我把它稍微score一下 哦 还在载路 好 所以这就是你看 这是一个battle sheep的 然后有个sheep的这个表格 把栏位讲 那栏位看不到下面 我稍微把它拉过去一下 怎么 它怎么没有colum 那colum在前面 好 没关系 我把cover在后面 好 我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来看一下这个内容 那你还没做到的时候 我请你用下课的时间把它完成 好 那我们刚才看到就是information schema 其实就是我们的目录 然后 这个 另外就是这边 这边储存的资料 就是我们的真实的data 我们叫store的database 基本上它大概就是以这样的架构 所以我们整个学习的这个sql语言 其实就是在控制这边的软体 然后真正会改变的就是这个store的database 就是长的什么样子 包含形别 几个byte 这些内容 就 就我们这东西的资料解构是一模一样的 或者java的class class 放在class的区域 这就有点上放class的区域 那真正它就用另外一个资料库来表现 所以information schema 就会放我们userdefined的这些table 这些table还有栏位的资料都会在这边 还有所以还有关联的资料都会在我们这个里面 那有哪些呢 就是userdefined 那是我们的这个schema schema跟table schema 这个schema其实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表格 就是table的意思 所以这个schema有时候用到table table schema就是schema 或者是table 这个名称就叫company 我们刚才有做 然后里面有几个table 有department table dependent table 还有employee table 等等之类的 有六个 这个department有四个column 这有四个column在这边